国会由穿着空姐制服的特技演员 站上828公尺 全球最高的哈里发塔 还安排了A380客机从后头飞过去 光看就令人头皮发麻 高度828公尺 169层高的杜拜哈里发塔上 站着一名空姐 手上拿着白色板子 上面写着全球最棒的一场秀 接着后头一架A380客机 以缓慢又相当靠近的距离 飞过她的身边 令人不惊了把冷汗 这不是电影特效 而是阿联酋航空为了宣传杜拜世博会 推出的最新宣传影片 影片中穿着空姐制服的特技演员 站在只有1.2公尺宽的超小空间 不但与大家挥手 看似没有穿戴任何的防护装备 其实暗藏在衣服底下 要拍出这样的影片 团队事先完整的模拟训练 拍摄当天凌晨开始准备 搭电梯到了160楼 还得花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登顶 阿联酋航空A380 总共绕了哈里发塔11圈 只为了拍出最好的镜头 事上阿联酋航空去年 为了感谢英国 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从旅游红名单移除 就安排了同一人 站在世界最高的建筑顶端 嗨 妈 我在世界上上了 如今广告升级 加上了A380 飞院演员的身边 再度成功地引发话题 为活动做了最好的宣传 记者综合报道